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帶自己的老婆出來 幾次之後他覺得我們兩個太無聊 真的 好不容易逮到機會 哥兩輩不行啊 有時候是平常不知道怎麼回家 家裡實在得不到我們想要的那種感覺 遇到一個不可理喻的人會越講越吵 一定要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討厭你的太太 那離婚啊 大家好 我是瑋瑜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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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平安 平安 來 今天要講的是已婚男人不在家 要在外面過夜的大絕招 怎麼可能 這種事情需要討論嗎 像我們虛哥長年不在家 這麼大絕招 要說說我今天不回來了 真的 你哪裏講今天 我這個月不回來 四位啊 四位都是已婚人士 我想第一個問題要請教各位 什麼原因在外過夜 什麼原因在外過夜 你憑什麼 不是啊 你不能說結婚了之後 就限制所有男孩子的一些活動啊 那有的時候你知道 男孩子不想回家的原因 是因為家裡實在 得不到我們想要的那種感覺 什麼感覺 你比方說 可能跟老婆有一點口角 或是會 就是整個狀況都不是很好的時候 你就想要去外面靜一靜這樣子 但是你要跟老婆很明確的講清楚說 有的時候 我覺得每天相處在一起 話本來是要講會講越開 但是有時候當你遇到一個不可理喻的人 會不會越講越吵 所以現在講你老婆 不是 我有很多的時候都是因為 因為我們要溝通嘛 但是溝通的時候 你不能夠去把一些事情 會讓它越來越氣氛越僵 所以你的太太不可理喻 應該講說 當我們在聊的時候 就是在溝通的時候 不可理喻 不是 就是有一點快要出局 叫說我們已經沒有那個耐性了 所以你沒有耐性 對 然後就是在聊 然後你講說 一定要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吵怨你的太太 那離婚啊 不是 我們現在在講溝通嘛 不是 那為什麼迫使我們要離開這個地方 要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那就出去了 所以要很豪邁的 門一關了就出去了 那你之後 這是我們最主要問題 那你去哪裡呢 哪裡 管他去哪裡 怎麼可能 沒有沒有 出去的時候 當然是要讓自己的心情好一點 那我一個人出去的話 大部分都會去 找朋友 找朋友 那幹嘛 吐苦水 當然要吐苦水啊 我跟你講你心裡面有事情的話 你會很難過 你不講出來的話 會發現一下 我就喜歡跟鴻哥聊天 尤其是你有很多的心事 因為他是過來了 可是他剛剛會叫你離婚 很少有人離一室 還可以結帝 他就是喜歡聽這個啊 他就是做的效果 你誰啊你 對啊 跟鴻哥聊天最開心 他會一直給你多方面的 你有顧管過我嗎 對啊 所以你也想離婚 不是想離婚 不是想離婚 是說 要離婚 交換新的 哪一天我也會去找你啊 因為你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啊 找我幹嘛 就是聊聊說 會有了老婆 有了小孩子之後 有很多會失去 慢慢會失去自我的時候 你當然要大家要一些心情交換 像我跟鵬哥就互動了 你幹嘛一直砍抓我啊 你幹嘛一直砍抓我啊 我沒有聊過 而且我跟你講 之後講說我跟鵬哥在一起 是很OK的 如果說你在吐骨水 對 鵬哥同事也會跟你吐嗎 他不會 他會說 老婆都是這樣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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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為什麼 我跟我老婆都是這樣子 不是 你不要聽我講 我跟我老婆多好這幾個人 對 不是 因為怎麼樣 因為我老婆跟他老婆的個性是一樣的 是同一個星座 你把我砍抓在一起就算了 你連你老婆也要把我老婆砍抓在一起 不是 因為我們碰過面嘛 那因為你老婆有跟我老婆講過 講什麼 就是有講過說 男孩子要給他一點點那個空間 是嗎 所以說我老婆跟我在吵架的時候 我說你看看人家的底線 請問一下 請問梁慧憲有空間嗎 我 從來空間就很大 我們也 這個都是同哥之後 空間超廣 對觀眾 他們沒有空間 我也 請問你剛剛頓的 我 不是 不是 我老婆是氣的 你知道我老婆看這一集 我要解釋多久 你看 真的沒有空間 不是 我是心情交換哪 不是 誰跟你心情交換 不是 我不要說我不認識你 我說我跟同哥 沒有 這一集我不認識你 我不認識你 你是好男人 我跟你講 不是 我只有說跟你在一起 還OK 我跟屈哥 我講說 屈哥都不OK 敗類 真的啊 只會堪脫 不是嘛 真的 跟我在一起不OK 當然不OK 為什麼 因為不可能 對啊 那你跟我在一起也不OK 也不OK 不是 不是 還喝咧 因為他會有一個分門別類的 這一掛是還真的聊心事的 是 有些是聊 就是哈拉一些東西 有些就是 心情不好說我們喝酒 雖然嗎 對雖然 那小康是哪一掛的 小康 因為 他是屬於會幫朋友出去的那一種 怎麼樣 你來照顧我就去人家打你老婆 就是你會 你會 你會一直安慰我就 小康出來 你瘋啊 好啦好啦 下午 郭師傅 郭師傅你什麼原因 不回家 過夜 怎麼可能呢你 不回家過夜是一個 是買魚子 是常態吧 變常態的 除非有時候當然是女生的邀約之外 蛤 蛤 有時候 對有一些朋友 對 下仲賢的喔 痛腳出來喔 在板前多坐久一點 那坐一下 有時候他喝比較 醉一點 對那你多陪他聊一下 欸 都不碰到十一二點 嗯 那這時候就 欸 打了電話 直接就去買魚 那當然就是安排 買美人魚啊 不是 美人魚就貴喔 安排 所以女孩子就是 欸 趕快你要坐計程車回家 然後我們就去買魚 就順時間吧 喔 有沒有順路送他回家 沒有沒有 你買魚 你買魚都幾點 呃大概十二點 然後買到大概四點半左右 買四個小時啊 那你又不睡覺的啊 對啊 睡覺時間大概下午兩點結束之後 睡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五點要開始 他就十二點半到四點半 剛好睡覺啊 唉呦 蛤 沒有 買魚嘛 不過還好是兩三天去買一次啊 所以說天天買還得了 對啊 所以你買一間瘦子啦 哈哈 這麼胖啊 是嗎 沒錯 所以你買魚就是十二點多去買 把他四點多回來 嗯 然後就回到店裡 對啊 你知道嗎 然後叫兩點多 我們老闆都一個跟我開玩笑說 欸你每天都在工作 回到家先弄什麼 還是生兩個小孩 所以這厲害了 嗯 嗯 林俊鋒 蛤 你什麼時候回國去啊 哈哈哈哈 多久沒回家 你的心都不在家 你家在哪你知道 我知道 他家在海的那一邊 我都知道啊 不要亂講 就有時候我們跟朋友聚會的時候 喝多了 嗯 就直接有時候就朋友送我們回他家啊 哦 就去朋友家睡啊 朋友送你回他家 你為什麼不回家睡 不是啊有時候喝醉了 我朋友又不好意思再送我回家 因為回家 他也知道會爭 會爭執 那跟我一樣 不如就送我回我朋友家 在那邊睡 明天再說這樣 明天就起來的時候再解釋嘛 因為我老婆打也找得到人 哦 對 放心啊我都不會亂來的啊 他都沒有被發現 很少很少被發現 哈哈哈哈 一喝酒就會一直聊天嗎 啊 本來喝酒 大家兄弟在一起都會喝酒打屁啊 那你那個人是把自己變不見 哈哈哈哈 你變不就這樣變回來 我變回家裡 哈哈哈哈 你在外面過夜 是為什麼 嗯 不回家 對我來說 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哦 因為我老婆都會認為說 有什麼事情比回家還重要的 很多事情都會滾回來 你們回家的定義是 老婆睡著之前你們要到家 是不是這個定義 大概都有一個時間啊 大概十一點以前 其實齁 就是通常都會有關切的電話 就打來說 欸現在在做什麼 哦 那你要回答 你要在做什麼 這個時間應該差不多要回來囉 哦 他把錄影 等一下我錄完影之後 他馬上電話就會來囉 嗯 太早了啦 便當別吃了 哈哈 他會先暗示你該回來了 對對他不會直接來來應的 他會先 欸 時間差不多了 八九點他就已經暗示你 八九點 八九點 是 是 如果你出去吃飯的話 跟朋友出去吃飯 為什麼你要來錄影 八九點電話就來 哈哈 哈哈 對啊 八點就開始走 可是你還是 喝酒喝到沒回去 欸 因為有過嗎 有時候一喝喔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酒意就來了 欸 就喜歡喝 對不對 好不容易 聊一聊 喝兩杯不行啊對不對 不行這樣喝兩杯 而且對啊 一聊下去 有時候是經常不知道怎麼回家 哈哈 回家 我回家 年遠你剛才一講 你看林泉鋒興奮的看著你 沒有酒飯啊 對啊對啊對啊 興奮的 我們都酒飯了 興奮的 然後一見面就 今天不回家喔 今天不回家喔 講好的喔 回家算早了 八九點算早的 很早 那你就要中午就要開始喝咧 那我早了 還夠對不對 所以你的先生 會不回家嗎 嗯 不會 倒不回家 可是他有時候會突然消息 啊 比如說他有時候說要去倒個停車場 好啊 就去倒垃圾 垃圾也不過就在B1 而且就是停車場 然後 他可以倒垃圾倒兩個小時 喔喔喔 另有家事 對啊 你找不到人你知道 然後就開始打電話 你在哪裡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 就兩個小時之後回來 我說你剛剛去哪 我剛剛去 他說去倒垃圾 我說可是我剛剛沒看到你 他說 我後來開車去洗車了 洗車 我說你怎麼會突然從倒垃圾變成去洗車 對啊 他說因為他倒垃圾的時候 他都看看自己的車子 因為他很喜歡車嘛 就看看 哇哇車子 欸怎麼覺得車頭有點髒啊 馬上就開去洗車 哇賽 這個你有信啊 對啊 等一下 我先做個調查 倒垃圾會帶車鑰匙的請舉手 這招你也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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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爛 這爛誰會相信你啊 這爛誰會相信你啊 我也曾經就是忽然間要 就想要 想要買去 沒有 我想說這樣 很多男生很奇怪耶 就比如說 他一天沒有開到車 他會受不了 他就一定要比如說 帶著鑰匙 晃一晃 對出去 然後晃一圈 然後再回到家裡 我說你剛剛去哪 開車 然後 車子應該很好 就很奇怪啊 對 那你跟你太太說 你今天不回家 他的反應是什麼 我說我今天不回家 不回家就不回家 這樣不可以啊 不是 你要和言悅識的 跟他講說 我今天不回家的原因 是因為我有個很好的朋友 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 我們要好好的聊一聊 但是 那他一定會講說 那你可以帶回家來聊 我跟你講 回家的感覺 跟在外面感覺是不一樣 那你可以我聊一聊就回來 對啊 但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畫夾子打開要聊多久 我不能夠去控制他 那你這樣就不尊重家庭 不是啊 我偶爾啊 我不是常常啊 給我一次機會就好了 你上次不回家是哪一天 上次 我上次不回家住就 兩個禮拜而已 你幹嘛 躲下啊 你那個被 被趕走的 不是帥的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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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帥氣的 我說我現在沒有辦法 再可以溝通那個事情 好 你出去 你是很帥氣的被趕走 十點半的時候 晚上十點半了 我說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說我再下去的話 我可能會做出 很 最重要的事情 對 我說我一定要先離開你家 你可以吵架 你說慈窮 你還好嗎 不是慈窮 前面已經講了兩個多小時 你那麼多扯啊 八點才到十點半你受得了啊 然後我就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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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西濱海邊了 我就 我就沉思啊 我就沉思 怎麼會這樣 你這樣很容易堵到跪了 海邊的海風很大 對啊 那我受不了了 因為我覺得齁有些事情要解決一下 我說我現在 讓我一個人好好靜一靜 我很嚮往自由的空氣 我想好了我就會回去這樣 然後我老婆真的是 他也發了一通簡訊 三個小時之後 我在海邊 三個小時之後 他發了一通 你還不回來嗎 哇塞 你都不擔心我嗎 對啊 你不擔心嗎 我就發一通簡訊給他 你先睡吧 來生再見 你真的 不行這樣子 幾點時候回家 你真的踩到我的地雷了 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他又講說好吧 那我等你 那你就寫不要等 我等你不要等 這樣就寫了兩頁 進去的發現也夠了 那我就回到家裡去 四點多 然後現在停車 他就在沒有 他就在客廳等 不然有一天他跟你吵架說 好OK 現在他凝聚我出去 他走 你怎麼辦 你開心 不會耶 馬上吃吧 自己這羊的魚都拿出來煎著 好像 這個我是沒有想過 但是如果是我遇到這個 我也會把他追回來 我不會讓他離開 因為女孩子在外面太危險 你就會認錯對不對 不管是不是你認錯 如果他嚇得很糟的話 我就會低頭 那從今天播出以後 經常回家 好 謝謝 幫忙 你跟太太說 今天不回來 你太太反應 拿水果炸你 不會耶 我太太都很淡 那去跟誰去哪裡 這個跟誰是蠻重要的 對 可是他不會抱怨你說 你說生意 小孩也要顧 對 他就會說 啊那小孩都不用顧了 我 這句就夠了 你顧得定 對對對 懷到他娘了 就衰回來 你跟你太太說 你今天不回來 他會生氣啊 那叫你永遠不要回來 我也希望啊 不是啦 他會生氣啊 他會生氣啊 他說小孩子你要不要顧 然後我聽到小孩子 我說那我盡量早一點回來 不會待那麼晚 都大概三點 我老婆給我的極限就是 他說 他給我的 還蠻寬的 他說三點 有一次我一點多回來 他說 欸你沒朋友 所以我老婆 你是幾點出去的啊 沒有 那一天他說十點多出去 十點多就回來 十點多就回來 那很早 他以退為進 這招還蠻厲害的 你一講到小孩就掛 掛了 那年輕人說不回去 他會開心嗎 還是生氣 當場就大怒了 就掛掉了 欸我今天不回來 欸欸 是啊 在他的邏輯裡面 沒有那種 那種不回家的道理 你有什麼事情不回家 嗯 對 所以你怎麼樣 不管你死啊怎麼樣 還是怎麼樣 反正無論如何 就是給我爬回來就對了 哇太嚴格了 不離婚真的 那林俊鋒你是被偷開過 不是 上次有講的 就是載一個女生 載我那個前女友 所以說從此以後 你就是 前女友還在啊 不是啊很久了 所以你在家裡就變 你就變蹦手 蛤 蹦手 蹦手 垃圾就對了 對啊就是他 因為之前那件事之後 他就會提防 他說我出去是不是要跟女孩子 你是啊 我不是啊 我沒有出去都是跟你們 你是 沒有啊沒有啊 男生都跟男生 所以你是巧遇囉 那一次 沒有就是 他上來打給我的 應約 沒有應約啦 就是啊因為 之前在一起嘛 他說他上來台北想玩一玩 不是玩我就是 想在台北這樣 鬧一鬧 就這樣 對都是帶他去逛一逛這樣 到時間我就回家 可是你不知道 如果你的前女友打電話給你 你的老婆會翻臉嗎 對啊這種怎麼可能 可以 陳一文 這不行啊 先生的前男友打電給你 前女友 前男友 前男友打電話給他 你會怎麼 不行啊 我可能會看他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他只是說 有什麼東西要請他幫忙 工作上的事情 我可能會覺得 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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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相信 他如果說想要見個面 吃個飯 就不行了 那他幫他洗車可以嗎 馬上爆炸 馬上爆炸 你會生氣 那不行 翻臉 對 現在是這一位了 他不出去 他在過夜的話 他老婆為什麼很神奇 紅賭必輸 耐賭錢 這種人喔 真的是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還可以 生存在這個社會 是紅賭拉斯嗎 紅賭拉斯 紅賭必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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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為什麼 那也是以前的事情 他有一次輸四五萬 蛤 你是玩什麼四五萬 打麻將啊 打麻將輸四五萬 你打多少了 打一千底的啊 哇 哇 還是你只輸四五萬還好 哇 四五萬還好啊 一千底撒四五萬 就打一夜啊 打到早上五六點多 對啊打一夜 一直上輸 對啊一直上輸 後來 後來其實如果不講的話都還好 因為我們是有辦法 去讓這個咖 這個洞把它補起來 對對對 是因為 從說打麻將的人 真的是喔 跨處理 不是他會破梗 你知道嗎 不要說我們現在 不要輸了 不要我 不要我欠他多少錢 多少錢 然後在一個什麼 人家結婚的婚禮裡面 你上了那個錢還沒完 然後我老婆 什麼錢 你老婆不開提 沒有啦 沒有就是 你老婆 然後他還在我老婆面前 你老婆 不知道 馬上氣蛋 沒有很爛 不是啊 因為他不知道啊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打麻將很正常 結果咧 你又去西濱公路想事情 沒有沒有 我現在不打牌了 後來他就不准我去打麻將 可是我那個時候 很喜歡打麻將 剛學喔 對剛學就說 那打我一降兩降 對啊 那他已經會 打牌啊 那你不是很照嗎 那我就說 等一下我跟我老婆講一下 我老婆會講說你 我今天我剛好 有 有 那個喔 有個很好的朋友喔 他 他今天 心情不好 好沒關係那你先回家 我去陪他聊天一下 對對 那因為 你知道嗎 人在最脆弱的時候 都是需要朋友去關心 對啊 沒有沒有 他那時候不會 不會那個 所以我就會利用這種方法去 那他如果跟你講 我今天晚上有個姐妹 心情不好 想要離婚了 那我今天去陪他一夜 喔 你應該會同意啊 會啊會啊 都會同意啊 那我老婆也會同意 對 那我老婆也會相信我 萬一有一天被你知道 打麻將是不是五萬 他打麻將是不是五萬 如果 其實他不是去陪他姐妹 他是去打麻將 對 你們不能用這種方式來問我 這樣 我這樣會很自責 你知道因為你都 因為我現在講的就是我 都想問你的心情嘛 所以你怎麼會好呢 這就很怪啊 因為我是在分享我的經驗 你不能拿這東西 叫我要說 那你不對 叫我自己承認 我們沒有說你不對啊 不是 我們是想像是女心嗎 我們要探討男人的心態 不是 我的心態就是很簡單嘛 男人遇到這種事的話 心裡是怎麼想 男人遇到這種事情就是 就是 就是 有些 你去把它完成嘛 那你當太太的 又不是常常 你就讓他去玩笑 這樣子 偶爾透透風 透透風嘛對不對 但是你說我老婆 去跟人家打麻將 這個就是有一點 因為女孩子跟男人 女性有差別 差哪裡 因為女孩子如果說你 你身陷其中的話怎麼辦 他歧視女性 男孩子可能不會成人嘛 怕女孩子會成人這樣子 不成功 是因為我們打 我們打麻將輸了 但是我們大男人一定是 男孩子打牌 最多輸點錢 女孩子打牌 可能連人都輸掉 會這樣子 癡身了 還有一起啊 對 對 郭政府 你這樣買魚 你太太 不會想要去 好奇跟你去買買看 有 有時候我 有時候她會故意 忽然間來幾通電話 就確定我是不是去買魚 喔 還是會 其實 你怎麼確定那張電話是來試探的呢 因為通常都會我說 我去買魚 我都會叫試說我在 哪裡 對 在魚市場 打卡 就是我幾點在魚市場 這樣子 可是他不會好奇嗎 欸我今天跟你去買魚 他其實是比較懶的 沒有 他相信你 那你會不會反偵查呢 他 問你會不會去買魚 他說 我老公去買魚 我現在去買蝦去 沒有 通常是把他困在家裡 用小孩把他困在家裡 小孩子 沒有小孩子 放不下 經過幾次的這個驗證之後 你是OK的 就對了 其實 因為沒有 也有被抓到過 沒有沒有沒有 但其實什麼呢 因為每一次我都是 都是在魚市場 然後弄到早上 還是你老鄉還在魚市場 你幹嘛不肯 對 完全沒有想到 尤其那種自己捕魚回來的 交給女兒在賣的 都有啊 爸爸是船長 你知道嗎 賣自己家裡魚貨的都是女兒 對啊 漁船的那個舵都是純金的 這麼高票 是不是 陳一瑋 你不曾跟你老公一起去過 什麼洗車 有 有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會很好奇啊 你洗這麼多次 車子有那麼需要 天天都要洗的感覺嗎 嗯 然後就想說 大概有個 一兩個月都會跟他一起去 後來去到有點無聊 因為他喜歡自助洗車 所以他就是去投錢 然後先噴啊 然後再弄啊 然後再擦啊 然後去洗輪子什麼 然後我去 我後來他 因為他發現 我很麻煩嘛 因為我 我洗這邊就是衣服弄髒 洗車也是衣服弄髒 然後蹲下來呢 他說你骨骼露出來了 就他會一直唸我 你知道嗎 然後我覺得 那我到底要來幹嘛 他說那不然你幫我投錢好 我就站在那裡 幫他投十塊 十塊 這樣 然後投到 一直打翻子 一直打 幾次之後我就不想去了 對 要不然就很無聊 就坐在車 這一招厲害 聚餐的時候 老婆剛開始也會跟嘛 但是我們都會說 不要帶自己的女朋友 帶自己的老婆出來 嗯 幾次之後他覺得 我們男生太無聊了 真的無聊 對啊 他不跟的時候我們就 我朋友 我朋友他們 我是不可以嗎 林清聰你不要害死我們這一個 你一個人就好 我不要當一個人害群之馬 好不好 他這不是跟我要一個嗎 嗯 這個大家眼中就是一個 模範老公 不用了 唉 我是模範老公 這得到進去 我忘記了 你結婚之後有在外面過過夜嗎 有啊 不是因為工作 欸 應該康哥結婚的時候你在外面 沒有 我只有很晚很晚回家 多晚 五點 沒有就是很久很久沒有出來啦 然後跟朋友說玩太晚 天快亮了 對 回去會不會生氣 他沒生氣只是 因為他也醉了 對我有醉 那時候小孩子還很小的時候 對 對啊 他還沒喝 他還沒喝 我就是上床之後 我只聽到他大嘆一口氣 唉 都洗澡了 已經醉了 我就趕快睡了 然後後來他就報仇 你有一次跟順哥一起出去 慶功宴 對對對 然後很晚回家 我很生氣 他很生氣 我也生氣 你生什麼氣 不是 你要知道男人的世界跟女孩子本來就是不一樣 是啊 那我們有很多共同的回憶 是在我們年輕打拼的時候所留下來的 然後 那種回憶呢 不是說今天講完明天就算了 明天還要再講一次 不是你要知道那種同甘共苦的時候 尤其是當你很失落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跟你說 洪杜拉是你好人 你一定會紅的 光這句話激勵我們多少人生的經驗 你講十歲我都覺得是經歷兩年 再講一次 光這句話可以講兩個小時 你一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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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壞眼是英雄 我真的是 不管你 我一定好好打拼的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那你在這樣子慢慢的 建築說我們整個夢想的時候 到夢想實現的時候 哪天我們再混在一起的時候 哇 這話怎麼會講的 真的 然後呢 已經不是一點多了嗎 一點多 我說那我今天一定要好好開心一下 那可能 因為順哥今天還有很多那種圖子圖村都在這邊啊 我也是哥自備的 我就先 因為大家都在這邊 我現在不能夠走 走很落殘 給我一點面子好不好 他說好 那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就說我不要這個時候回去 就是 很開心的時候 不要問什麼時候回去 不是對 不是說什麼時候回去 就不要問這個事 對 你就不要問什麼時候回去 對 他說那你先回來一下 我就跟你講說我先不要回去 然後就越講越生氣你知道嗎 我說我跟你講 我已經 我已經 很有耐心跟你講完這句話 我說我今天先不要回 因為今天 今天真的是很特殊 太開心了 可能是因為 他說那你可不可以先回來一下 我說你要我回去幹什麼 然後我看到大家都在看我 我說你們等我一下 你們等我一下 那已經洛西了 已經洛西了 但是我跟他講說 我一定會回來 嗯 我就回去了 哇塞 當場走啊 沒有就是我跟他講 你等我一下 我就慢慢就走了 先回去 就回家再過來 回家再跟我老婆講 我說你真的很奇怪 在這麼重要的時候 是你 是你老公 在生活了這麼多年當中 大家全部的人都在那一邊 你怎麼會叫我先回來呢 你回來你要幹嘛 對 他說我只是要知道 你是不是確定在那 我回來怎麼會 感覺這麼樣的強烈 你讓我 就是讓我覺得好像蠻 那你如果當時叫順哥跟他講 會不會好 順哥不會 順哥不會 順哥一定會叫你回去 對 但是我是不願意的啊 其實你老婆會這樣 你一定有過前 之前是有 就是打麻將的時候被 就打麻將的事嗎 怕我跑去打麻將 對不對 然後回去之後就說 我今天真的沒有辦法再跟你講一段 因為他們在等我 那你就立刻 他就說那你還要去嗎 我說他們要去 一定要去 而且我就不回來了 我就跟他們很開心 我就不會回來了 然後呢 那我老婆也想想想 那我 這去 這去 我好好 你就回去睡覺 你等我幹什麼啦 林俊鋒 很開心 好突然喔 人家生 你為什麼不回家 我沒有不回家 就剛好比賽嘛 外地有比賽 你個屁啊 真的啦 那種菜市長杯啦 菜市長杯啦 菜市長杯啦 菜市長杯 生日每次都是要過的 對啊 少一次生日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兩個很不注重這個生日 生日啊 對我的生日我幾乎都不注重 沒有再過的 因為都會是 不是啦 因為我希望他跟我一樣 就不用過那種生日嘛 那種菜市長杯早就排好了 地方性的比賽啦 早就排好了 因為剛好有朋友也生日 所以我們就故意排那個比賽 在那邊 去幫朋友慶生 剛好順便過一夜這樣 過兩夜 一夜哪夠 地方性的 基本都是打三天 對 禮拜天回來這樣 那生日也是冷戰 因為聽牛說你知道 不講話 那你怎麼樣 他不跟你講話 菜市長杯 不會啦 但是你跟他求 我老婆的心腸很軟 你只要跟他 你來軟的就好了 他吃軟的吃飲 就在他旁邊傻傻叫 說我幫你按按摩 讓他舒服一下 對 然後來一發 兩發 兩發 因為三天兩夜 兩天 沒錯 要交業績 這都是絕招耶 來兩發 這種東西 你只要做那檔事 幾乎都會好 你呢 生氣啊 就是一樣跟他們的老婆都雷同 就是冷戰 對 也是不講話 不講話 我老婆獅子座的 哇 獅子座你就知道厲害了 所以 多厲害 多厲害 獅子座的 多厲害 獅子座 對 你聽到那個 那個叫聲的時候 他就要口腦 是不是 你講別人很會講 這樣你都不行 我剛被攻擊 我不能攻擊一下人家 你被人在攻擊 現在人在攻擊我 你跟我講完吧 你講你講 獅子座 你今天還坐在這個地方 在地上跪著 我告訴你 但是沒有到那麼恐怖 只是說 因為可能以前我 對老婆太好 工作再晚 我開著車 我還是死命再累 我還開回家 後來有幾次 真的實在是 太累 太累了 因為我為什麼開車 因為道具太多 對 也魔術跟 跟這個主持人歌唱不一樣 帶一大堆道具 所以你一定非得 靠車子 運送 對 然後你開到高雄 演完了幾點 對 等到活動 尾牙弄到 那十一二點 對 然後一樣 你開著車子一下 為什麼 過一夜 過一夜 太累了 因為我早期 不是 拼了老命 我這一趟我賺緩了 我就是開車 死命回家 所以養成那個 那個不好的習慣 我老婆就覺得 你一定會回來 對 那後來因為到台東 你怎麼回來 八小時 危險 對啊 那真的危險 有一次就已經開開到 要撞車 眼睛都已經合起來 差點要撞車 後來我嚇到說 真的不行 我跟老婆講說 真的太累了 太累了 讓我在外面休息 你休息這個 兩個鐘頭之後 你再開回來 好 所以 哇 一定要回家 一定要回家 可是他也算很準 一般開車累 睡兩個鐘頭 一個 所以你會生氣嗎 你生氣跟 你的先生是如何的反應 我如果說他比較晚 我們通常都會講一個時間 比如說 假設講兩點回來的話 我會希望 如果你想要超過兩點 再打一個通電話跟我講 但他如果沒有講 他消失 比如說可能到四點 他都還沒有回來 突然四點接電話跟我講說 我可能會拍一個情境照給我 我剛剛在哪裡忘記 我一定會叫他 幫忙 比如說可能到四點 他都還沒有回來 突然四點接電話跟我講說 我剛剛在哪裡忘記 我一定會叫他拍照 比如說你 你要讓我相信 你剛剛是在做這件事 因為你很反常 你有兩個小時 是完全找不到人的 那 我就說 現在你立即拍 他可能會拍一個情境照給我 我怕是假的 我說不行不行 你現在要拍 比如說 你說你在錄國光 你剛剛都沒有接電話 在錄什麼 我說那你 還不可以拍他們的招牌 然後你 除了拍招牌之外 你幫我比個二 因為我怕他這張是好久以前拍好 唉唷 對 後來比賽 或比不一定對不對 對 比不一樣 200張照片 是喔 不同的場景 老婆一講什麼 趕快出 照片 快設定 對 今天我們要現場實驗 我們實驗兩個人 你先是一個年齡人 唉唷 必須要用不是工作的原因 去跟他說我今天晚上 不回家 喔 可以嗎 哇塞 不能用工作的理由 那要騙就對了 喂 你好 喂 安王 什麼 我 我在 今天因為跟那個 錄那個國光幫幫忙 那個跟康哥講好說去他那個 那個夜店 那個慶祝一下 喔 是 可以嗎 蛤 可是你不是在意小朋友要念故事書給他聽嗎 對啦 可是今天你可以代替一下嗎 哇塞 可是我現在在學校感情會啊 嗯 對啊 啊 對對對 所以你回去幫忙念一下吧 我好不容易今天康哥這麼開心邀我去 不去好像不給面子 是 那幾點邀回來 幾點喔 嗯 差不多 十點 十一點吧 喔 只是我 我有給一個湯要給你喝耶 哇塞 那邊你有需要喝酒嗎 啊 喝酒 應該 喝一點點可以吧 喔 那你 我需要去接你嗎 啊 不用啦 不用不用不用 啊 不要吧 去那裡 啊 對啊 我喝一點點應該還好啦 拜託這個 又不是小孩 對啊 最慢大概十二點一點應該可以到家 到家可以 應該 明天再喝湯 那你到那邊你再打電話給我好不好 蛤 那邊收訊不好啊 你知道康哥那邊多吵啊 而且 對啊 那個收訊不好那個地下室你知道 我每次去那邊都 對啊 電話都打不通 可是 他們都很會喝耶 蛤 他們會喝他們的事情啊 我在旁邊住信而已好不好 住信 好 蛤 可以吧 你少喝一點嗎 身體比較要緊 喔 好 知道知道知道 好 那我錄完就過去 蛤 大家 好 那就這樣 拜拜 拜拜 哇賽這個大家好像與世絕別啊 對啊 好難道理的 馬上有三種理由 第一種理由 要唸故事書 嗯 故事書不行了 我有做湯 對啊 有煮湯有這麼重要嗎 百合夜會爆炸 爆炸 那種愛心嘛 對啊 就好像突然你可能有一天早上起來 你可能突然想要煎個牛排給你老婆 誰會早上起來要煎牛排 我突然 我突然 很中午起來你突然想 可是你老婆突然跟你講 沒有啊 我要出去了 我要出去跟朋友玩 那些我已經幻想好了 失落 對 但我覺得年齡的人還是過關的 再怎麼樣他老婆還是答應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 你應該會 但是回去的話就不講話了 不是 來接下來 哇賽 這個厲害了 布拉斯 不要像我啦 你不是很帥嗎 不是啊 你們兩個禮拜之前的狀況解決了沒有 對啊 解決 但是因為他知道我來錄影啊 但你就臨時啊 沒關係 你就說順哥明天要出國 沒有跟他講 你知道我剛錄完啊 我們要去哪裡 今天晚上請大家去 今天去康哥那個 但是 你就說 天亮眼前回家 因為順哥明天要出國了 順哥明天要出國 就這樣看 嘿 蘇娃姐 蛤 蘇娃姐 欸 我啦 怎麼樣那個什麼 那個城市學校的事情 弄完了沒有 欸你怎麼都戴你的手機 我沒有打我的手機 你沒有戴手機喔 這三粒 這三粒啊 用手機幹嘛浪費錢 三粒有公用電話 我跟你講市集大 市集大 怎麼了 那個 沒看電視對不對 在吃飯啊 不是我說你有沒有看電視 看電視 跑馬都沒有跑那個 那個 洪杜拉斯究竟下班了什麼理由 讓全場笑倒在地 老婆不給面子 洪杜拉斯當中 惱羞成怒 幫幫忙 嗯 因為聖哥明天要出國了 聖哥明天要出國了 聖哥明天要出國了 就這樣 欸蘇娃姐 蛤 蘇娃姐 誰 我啦 怎麼樣 那個什麼 那個城市學校的事情弄完了沒有 欸你怎麼沒有戴你的手機 我沒有戴我的手機 你沒有戴手機喔 這三粒啊 用手機幹嘛浪費錢 三粒有公用電話 我跟你講 事情大 事情大 那個 你沒看電視對不對 在吃飯啊 不是 我說你有沒有看電視 看電視 好 跑馬都沒有跑那個 那個白雲好像身體不好 白雲 白雲 對 他這麼胖 對啊 他好像進醫院開刀 蛤 是喔 對啊對啊對啊 那我們現在全部的人都說社交要去醫院看他一下 喔 好趕快去喔 對 那可能就晚一點回去喔 晚一點 對啊 3點吧 3 4點這樣 3 4點這樣 3 4點 開刀你們在3點 不是他已經開好了 我們是去病房看他 對啊 為什麼在3點 不是那可能就 就因為他也需要 你知道他也沒有什麼朋友嘛 你總共有一個朋友在他旁邊 他會覺得比較開心一點 好不好 可是他知道你 你有那個啊 你有家庭的啊 應該會 你早點回來吧 不是因為我們已經跟他講了嘛 對不對 喔 朋友還是蠻重要的啊 家庭其實也蠻重要的啊 但是朋友跟家庭之間呢 我們先犧牲家庭三個小時 我去陪他一下 好不好 3點欸 3點還好 你趕快先睡沒關係啊 那我早點回來啊 對啊欸 3點你 不是一個人累叫 不需要兩個人累啊 你就睡你的覺啊 那 對不對那3點也許 聊聊一遍4點5點 那他心情好一點 讓他 讓他累一點 那白天比較好睡 他要拍招 讓他睡 要他早點睡好不好 怎麼會讓他累一點 累一點 他看到朋友在旁邊守護著 他心裡 因為他很太離婚 他看到我他就會想睡了 屁啦 看什麼啦 你先睡啦 你先睡啦 好好好 小豬應該要回去了 好 然後我現在把你帶回來好了 阿不然我去好了 我去看他好了 哈啦 什麼東西 我晚一點回去啦 欸 洪杜老師 你跟老婆講話沒有 我們會晚要去店裡 你看人家要走了 你是怎麼這樣子 這樣很沒有面 小豬打來喔 唉唷 拍子 看了吧 難看了吧 我們去店裡喝一下就回去啦 你幹什麼 對啊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啦 我是 欸 彭哥 彭哥也要去 彭哥 對 我們去喝酒啊 我們要去喝酒啦 我們要去喝酒啦 你說彭哥不OK 彭哥OK可以去 你不能去啊 你早點回來 你剛不好 彭哥你看身體那麼好 你剛不好 你要早點回來 他身體哪有比我好 你看 大家都差不多啦 對 因為去看白雲 哪有要去看白雲啊 我比較需要你啊 你怎麼跟你老婆講 我們要去小康店裡喝酒 你在亂講什麼啊 打麻將 喝酒 我知道你一定不讓我去喝酒啦 打麻將 對 你講實話好不好 你不要害我啊 那是 因為小康今天生日啦 我就 讓他去那個 他的店裡面喝酒啦 可以嗎 你要喝酒 沒有啦 我去陪酒 我不會喝酒 我去陪酒一下 快點啦 我晚一點再回去 那你要叫康哥付錢啦 陪酒要付錢 當然是他付錢啦 我什麼咖 就是你陪他錢 你陪他酒 他要付你錢啦 沒有 對啊 你要陪酒 對不對 好啦好啦 等一下 跟老師說 收到天亮 天亮錢回家了 四五點啦 那個康哥今天很開心 四五點 好啦好啦 你就先睡啦 然後我三四點 三四點 快點 人家等我啦 重複喔 好了沒 我十二點摸你 十二點半天摸你 十二點半天摸你 你就給康哥聽 然後他就說 我老婆 我老婆在找我 那我更沒有面子耶 你是 幾年前的事情 你都忘記了嗎 男人有男人的世界 你為什麼一定要在 我在很 人家在等我 快點啦 會嗎 會啊 我在等你耶 哈哈哈 好 你讓一讓一讓 回去再說啦 回去再說 快點啦老是 看到沒有 好 要先去啦 好 拜拜 先去啦 你到底再打給我了 不要啦 什麼被我拉 好適合 你們兩個老婆 真的很愛你們耶 是啊 他最近會等女人 很討厭啦 他我等你你知道 他等著討厭 人家在愛你了 不是 紅毒辣場 欸 那是你肝不好啊 啊 之前 之前 之前是怎樣 沒有過勞是不是 對 就是有一點那個 因為我膽脫掉了嘛 無膽 肝的腹脫會比較好 沒有膽 沒關係 沒打力 以後要叫你肝不好先生 你要給我絕對這錯號啦 要不然你打一次看看 紅肝不好 對啊 你打一下跟迪姐說你肩不微調 我們前面有做到這樣 你一直揍我 不過你說 對 我就是要等你 就是會等啊 一定要等你 他一定會等 他不用送小朋友上課 他不管 小孩都高二了 那你現在說 那你十二點再打給你 十二點半我再摳一 我連一次摳兩次 對啊 好愛摳喔 不過你剛剛一開始抱我 他還真的說 彭哥OK 我就OK啊 真的OK啊 看著人 你小心被爛用 對 他是趕快是說跟你去 真的 對不對 沒超過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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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他沒超過五次 兩次大概OK 這為什麼是 這朋友聚會 你以後要找點通訓好不好 我會 以後要穿帆 因為很OK 我老婆不會打掉給他 不可能 他會打給迪姐啊 也不會 到時候 你知道這個 走去又回我就有事了 你知道嗎 我也跟你講 用不要用在刀口上面亂用 是不是 你現在在過夜再用我 哈哈哈哈哈哈 老婆說一下 這個 以後男人在外面過夜 其實是 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有的時候 可能特殊場合 特殊的 機緣 跟朋友之類的 希望就是說 還是開放 對 就是 我們愛怎麼樣怎麼樣 哈哈哈哈 欸 怎麼愛 不行啊 不行啊 你愛你叫 你不是很OK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真的 沒有啦 誰真的男生要過夜 講實話 講實話 我覺得平常就要講實話 講實話 講實話 然後老婆真的 老婆真的 堅持不准你過夜 你就不要過夜 好 那我再補一句 那我們講了實話以後 我們愛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啦 這是現在剛剛好嗎 謝謝